周六晚上,巴黎、柏林、伦敦发生反口罩抗议游行 29号下午,约200至300名抗议者聚集在巴黎民族广场 反对政府出台的强制佩戴口罩等限制措施 抗议游行中,大部分抗议者没有佩戴口罩 根据巴黎警察局公布的消息 目前已经有123人因为佩戴口罩而遭到135欧元罚款 一人因扰乱公共秩序被拘捕 8月29号,德国首都柏林发生大规模抗议 旨在反对佩戴口罩等与疫情相关的规定 近2万名抗议者在示威中未佩戴口罩 也未保持社交距离 抗议过程中,人群与警方发生冲突 警方投掷石块和瓶子 大部分被拘捕的抗议者很快被释放 但到了夜晚,一群抗议者企图翻阅德国国会大厦的障碍物 再次进行抗议活动 德国反口罩游行后,200人被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